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玲 又我嗎? 二人 二人姐 我們經過了新番 大家都見到 我們Facebook 其實是狂表某幾套作品 說得挺開心的 在同一季裡千萬不要有兩套太相似的作品 當一套做得我不敢叫現在叫好 但至少不差的作品之下 在另一邊就算你是不是太差 但一對比起來就馬上插水了 那可不可以兩套都差 兩套都差 兩套都差的話 你可能只有品露 但你不會品蓋 對某一套作品有很大的味言 但當有一套差 一套好的話 I'm sorry 立刻比一下 先補充一點 現在暫時仍在新設定 新硬件試用中 所以聲音可能有少少不同 好了還是差了自己聽 那今集呢 有什麼問題 怪I am 我們接著要說那一套就是 希德尼亞騎士 或者叫銀河騎士傳 其實上季的舊版裡 其實我們真的找不到什麼都可以 作為先集 可以獨立拿出來說的話 其實都有多少的難度 選這套的基準其實是什麼呢 我想其實因為四個人都有看 就是這樣 不是這套也值得一個人的 算不算冷滿一點的作品 不算的 有人說這套劇 劇情一流 劇情我也覺得是OK的 挺好看的 畫工那方面 我覺得這件事 我經常都是這樣說 現今的動畫 經常都是 有故事就沒有畫工 有畫工的話 就一定是沒有故事 那這套屬於什麼呢 它是零畫工 故事那方面 我不敢說它真的很好 因為其實 都是 無組 無組 去解決一切 它是解決一切的問題 即是說它是連 基本上 可能有時候 你會見到 無論我們看蒼藍鋼鐵 那類也好 某些位置 它都可能會補回 多一點 多一點 增益 對 補舊的 但這套你告訴你 我是不補的了 三個月前的新方 我們都說過這一套 終於告訴我 插尿管是有什麼用的 蛤? 另外說插尿管 排尿位 你覺得是排尿管 有什麼用的 你覺得是? 最少報了出來 它真的有用 怎麼說呢 是 有些刀 有些 挖射足 我覺得其實是 不是 那你做一個正規 就是如何放 在這個惡力外大 空流浪之下 你需要 尿管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我覺得是 那我有問題 那些事怎麼解決 即是你 你既然說得這麼真實的話 不要誇張我 你解決 不是很合理 你解決得 你小便的問題 那你大便的問題 我會有這個疑惑 說不定他們不用大便 你不說的話 你不說的話 美女沒有事 我可以回 可以不用挖的可能 說不定 遲早 遭難的時候 會變成光亮嗎 死火有馬正正 就是不用挖的 你只要想什麼就行了 他們說的是光合作用 你有沒有見過一棵樹挖樹 可以 聲白就說可以 不是 那這個就不知道 不是 你給我的問題 就是 你說得這麼正確 因為其實 我承認 他開始說了很多東西 就是說 他是很解釋 你一個所謂 叫做什麼 新類型的人類 是怎樣 在這個環境裡面 他們已經進化了 他們可以幾十天才吃一餐 吃完之後 大部分時間 他們可以靠光合作用 去維持自己的生命 那是可以的 就是你 盡化了 盡化了 就是你給了很多事情 其實我明白的 你想其實 他對比其實是 阿祥道 和這班人 那個 射微的分別 其實他又不是 伏出得很出的 其實是 因為故事裡面 其實最主要都是 講打這個奇居子 不是 其實他們是 帶出一種關係 就是舊時代的人 和這個新時代的人 那種關係 或者是一個適應宇宙 生存法的 其實不是那麼 拜得出的 因為其實 我會感覺 是那個表現上的問題 你 阿祥道 其實在我們 頭幾集裡面 你見到的 他除了吃完 吐 和吃完 吐之外 你不會表現到 你代入不了 他的身份 其實就是我們 我們這些 叫做舊類型人 我們每天都要吃三餐 但我們吃完是不會吐的 不是 但你有點不同 如果這樣比的話 其實應該說 我們是 假設我們是 新世代的人 現在有個 是 那些很古時代的 原人 來到 這個環境 生活 那他可能吃我們 他都可能會吐 對 你身份的人 你自己都說 他吐是因為 打完仗 看到人死的 不是 他是每支吃完飯都會吐 會不會純粹是不適應 新世代下的食品 不適合他 如果他之後 有提升過 因為其實 我只是說這一點裡 其實他不是住東京 其實 沒有人吃 很慘 他不是吃種 就算 他那個問題 其實你會看到的 就是 你想提升 新類型人 和舊類型人 的差距 應該是由他們的 起居飲食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但是 他又不是說 那些食物 那些食物 其實是和舊類型人 吃開的是一樣的 不過他們吃少很多 就是他們 食物的運用 運用 或者補給性 對 他們已經變得 已經是越來越effective的了 就是不需要吃那麼多 但是 他沒有一件事 就是說其實 長度 他每天吃那麼多 其實他有說過少少的 就是被人覺得 哇 這傢伙很浪費 其實他應該說 因為其實 在這套作品裡面 說得很少的 一件事是什麼 他只是輕輕帶過的 就是所謂糧食儲備 的東西 老實說 如果作為 我如果作為一個新類型人 我看長度這個人的話 他嘔不嘔 是另一回事 我會覺得這個人 是浪費著我們的資源 這個要帶出 糧食這件事 可能是有限 這樣才行 但是又帶不出 你看到就是 好像 在這隻移民船裡面 空階都有東西吃 我又不覺得 是有一個糧食的問題 在裡面 當然你說 他們 因為已經進化了 解決了 這個問題 但是你不能設定 那個糧食的分別 他們上次期的大戰 就是出糧食危機 才改造人類 你不可能之後 搞定了 那些人類改造了 無所謂的 所謂的 所謂的 兩者之間的分別 其實 沒有分別 即是說 他不能設定 分別 接著你 乃至說到的 就是剛才我們一開始說的 尿管問題 因為太空服裡面 就說要長時間戰鬥 你好寫實 你是設定了很多 東西出來 但是我還是會問 那個問題 就是說 你既然設定了這個 東西出來的話 我是會追問其他的問題 既然你有 你現在是 你有的人會問你 但是 他講到就是 其實最終就是 那一幕 是不是這麼需要 那一幕就是 講長度 和這個星巴 他們流浪了在宇宙的時候 糧食不夠了 食水都不夠 食水其實是本來夠的 但是因為 某些損傷 柱水就損壞了 但是 我不覺得 那個位置 我會覺得 哇 原來這樣用 哇 這樣都被你想得出 我覺得說 其實 這裡 只是弄多一包水 然後 然後星巴給他喝 那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是不是喝了 我覺得 純粹是一個 重口味的表現 不是啊 其實這一部分 你其實是 直接skip了都可以 就是你不說 急尿管 或者 把尿 轉成水分 對 其實這兩部分 你剪掉了 其實對故事 公平一點來說 很多災難裡面 這些將軍遇到 新場危機 沒有東西吃 都會喝尿的 這個正常的事情 又不是特別大問題 不是 那我如果在的話 你是這麼強調 就是好像很深刻的 去描述 他們在這三十幾日 還是三十幾日 忘記了 在宇宙飄流 飄流 實況的話 麻煩你給我多看 那你想看什麼 例如 不是的 那裡你可以 其實這裡 你表現他們兩個 人種的絕對差異 其實會看到的 一個 作為一個新類型 他可能適應性很高 很多事情 就是長到大 很多事情都適應不到 其實會在這個態度 你會變成長到 因為舊人類 你會感覺到 真的在這個 現在這個時代 生存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但我看不到 那當然 這裡會跳了一點點 那當然你說 其實在這個故事裡面 就是因為有一種叫做 其居住的異生物 對 就會襲擊這個移民船 不知為什麼 應該襲擊人類 不過其實他們移民船 還有幾部的 走殺了 其實我覺得純粹 可能是襲擊生物 不一定是襲擊人類 你不知道他們是襲擊什麼 總之 人類是襲擊目標 然後就是因為有 奇居子的襲擊 然後就是 所謂的一班精英 他最初 推薦到那班精英 我最初 他講到 我不知道大家 赤赤班 有沒有那個概念 你明白 他給我的感覺 他好像真的 擊退過奇居子的感覺 沒有 他們說過他們沒有經驗 其實那個世代的人都沒有經驗 只不過精英的意思就是 可能是 從力杯贏了 他在學業上 比較高分 你說赤赤班 他們說過他們沒有經驗 他們只不過是從力杯拿獎 拿第一位 那就叫最高 最厲害 現在這階段 成績裡面最好的班 簡單說 就算是無二戰 對 照計的 就算說到 他可以操控 計懷的機體 他可以是 極高分 他也是無二戰 很高分 你看到的 在赤井班 那場戰 裡面 赤井那班人 固然是什麼 其實 好像剛才有馬所說 工作的 在訓練上 他是 一群訓練員裡面 是最最低的人 那些非訓練員 他們是正式操縱員 總之是學生 簡單說回背景 其實 其實 奇居子 這件事 已經沒有在 史童尼亞的感覺裡 遭遇過 接近一百年 所以這個世代的人 不管你是軍人也好 市民也好 都沒有見過奇鞠子 同時也反映為何會有一群反戰的那群人 奇鞠子根本是沒有 因為他們的生涯裡面根本沒有遭遇過 甚至他們的父輩都沒有聽過 沒有經驗過 沒有一個證人跟你說是有這件事存在 於是你覺得好像是甚麼來的 但是突然間整套動畫裡面出現過很多次奇鞠子 是啊不知道為什麼 這套比較奇怪 你明白偵探在哪裡就死在哪裡 但是一百年沒有死過的人 突然間連續死 你有沒有看過聖輩戰爭 危機的東西一瞬間就會出現 危機不是伴隨主角而來的嗎 赤井班在那場大傳裡面 我明白他們作為感情很好的同伴 但是我在那場戰咒裡面 我看不到兩隻字正應 你明白 其實我覺得女兒的問題就是 如果她打倒地還是她的女兒 突然間忽失神發瘋呢 聲斷了一條路 應該說是因為赤井喪生 然後引致到她是為了救她的女兒 她的女兒在那個時間已經是害怕到 不懂得自己知道她在做什麼 不是她已經喪失了戰力了 不是她已經 然後跟著就當另外那兩位同伴拉回來的時候 她就很神仰地想為赤井捕袖衝過去 然後她那兩位同伴就逼著陪她一起 然後跟著就相繼全軍復活了 就明白 正應都是人 你幫你的隊友出馬的時候都會死 其實不是啦 不是精英都是人這個問題 是陣散了 戰線崩壞的問題 其實尤其是小隊沒有了隊長之後 還有這裏 其實她這一場戰役 其實她是為了PC這件事的 要打到奇鞠子的話 只能夠用輸的武器 還有那個基本戰術 即是她們說兩部左右射那些粒子炮 打開孔 皮膚打開皮膚 打開包衣 那是Anna 然後你的泳術是插她的核 即是她說回那個機衣 其實他們不知道是死的 還是有基本的打法也有present出來 他們的犧牲就是為了等觀眾能夠理解 這場戰勝的基本戰術 要怎樣打這個奇鞠子 即是他們是山西豆腐隊 說實在人家都是精英 接著就到第二 接著就因為這一場慘敗之後 其實也挺厲害的 在這個所謂的移民船裏 其實還有一個終極的殺手間 就是用一些重質量的東西 一下就丟開 這個不是殺手間 拖時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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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開了她而已 但其實有些奇怪 其實是 即是她那個present那裡 她說過這些重質量炮 重質量炮 其實給我一個感覺 她是一些有限的資源 其實是的 但是尤其是 都很遇過三次 他們是用了一次次打完之後說 不行了 射吧 不行了 射吧 接著我就覺得 第一次決定的時候 好像在想的時候 他們好像都會猶疑 究竟用不用 其實這件事 我想是說 因為移民船沒有一些外來的物資 或者一些礦物 否則他們都不用採抗 他可以支持著這個重質量炮 就是這樣用 是的 但是我看到他之後用得很開心 不是你明白 其實真的整套 我看動畫也不是用太多次 就是一隻手傷了 還有其次 他們重要的目標就是 移民船不能被棋居子襲擊 那你棋居子打都一隻手傷了 即是如果是衝過來 你為了真實那支炮不射 到時就更適合 應該這麼說 作為 作為你說到好像說 就是可能 我甚至覺得是那些叫做什麼 絕對防護衛線 抗那個重質量炮 是說就是說 可以生成在移民船裡面 生存的基本的一些物質的東西 就是可能可以構成礦石 或者一些建築材料 somehouse 我不管 你會讓我看到 你用多幾次 但是我看到裡面都是在歌在舞的 你不會讓我感覺到 這個重質量炮 其實對你的移民船 究竟有極大 除非你不說 你不說我可以的 你會說這支是米加粒子炮 但我又不同意 你軍備的儲藏量 和民用社會的需求 是兩回事 美國製造多少核彈 用多少稀有金屬 和它建房子的鋼水 是兩回事 但是你講的是物資 你講的是資源量 你這個船裡面 其實沒有資源量去 其實重點是你不知道 西蘭法律有什麼物資做的 可能物資跟人類社會沒有關係 你固然的 你對的這件事 就是你和友馬和IM說的東西是沒有錯的 這件事有機會 就好像垃圾堆 一走他就丟出去 如果友馬那種說法 如果友馬那種說法對的時候 有一個矛盾 就是他們沒有需要找一些人去打 直接不斷寫重質量炮 那隻奇鞠子其實是未必會回來的 他有時一彈了之後 那隻奇鞠子是去到老遠之後 他是不會追過來的 是有這樣的個案子在裡面的 所以就是說其實 是不是必須要打到奇鞠子呢 其實在這個位置上 當去到劇情 就是剛才 二行者說到那個案子裡面 是有傷確餘地的 所以你見到後面會有些人會分裂 就是不打和打 阿南真的會打 所以我才會覺得前置那件事 就是重質量炮 為什麼既然如果推開他 他有機會不回來的話 為什麼不試他 為什麼不每次都這樣用呢 因為其實他也開始也提醒了這件事 告訴你 你明白不是每次都中 不好意思 在新來這12集裡面 是真的每次都中 你看到他們數著數著 1987億中 那麼那些擊中倒數是不是都有的 沒有關係 那個最少就是什麼呢 我在故事裡 應該在一個動畫裡面 我見到12集裡面 只要那隻奇鞠子去到某個範圍 按擠射 更硬 我沒見過他避到 入機自然是100%命中 在這個結論下 我只能夠相信 這支炮的命中是100%的 不是炮手好東西而已 如果不是這樣推開他 會不斷衝向人類的話 其實正常的策略應該是 是不是都射了一顆重質量炮出來 看看他會不會再追過來 然後再考慮對決 簡單一點說 我們不要理會抗產 從哪裡來 與其 其實你重質量炮 推開他就可以 你怕人去迎擊 又會死很多人 其實我只是射不起機閃 好像簡單一點 不是的 說不定他 他那個基地的資源上 是不是人類的資源更多 那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剛才I am的問題 假設成立的地方就是 為人這些機體 他們是有能力 可以擊敗其居子 但是很為人 其實他們只是叫做什麼呢 真正可以擊敗其居子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有泳翅物質的矛 或者那種物質 一種叫泳的物質 才可以擊敗其居子 跟那個機械人其實是沒有關係 其實簡單一點 我再簡單一點來說 射之泳翅 當然你說泳翅 他這裡說是有限的 其實他可以分比 不是有限 就只有那幾十支 他可以分比 為人的數目都是有限 所以其實 為人的作用是什麼 拿來犧牲 其實會不會簡單一點 在一支重質量炮 壯之泳翅擺頭 你打不開 會很困難 還有你整個外面 包液你無用的都是 拆下去無關的都是 因為其實你看到的 在故事裡面 其實很強調 就是每一次就是 無論他們是不在乎 這個衛人的機體 甚至駕駛員 無論他有多光輝的往績都好 只要他掉了之泳翅 大家都在五光年內的 我先假設我沒有那麼遠 他不知道那個距離怎樣計 一定是救支泳翅 不會救過駕駛員 他講到是泳翅這個作用 更要性 更高過人類 因為說就算 因為他那裏是 present了一件事 就算你的駕駛員多強都好 你沒有泳翅 你最終你都會因為 機體的輸出 或者長期戰的消耗 而你會落伯 所以其實 為人的確是沒什麼用的 我得出的結論 為人的確是沒什麼用的 就是為人的作用 去到最後為人的作用是什麼呢 當人工申請一些泳的物質出來之後 就開始有些用了 後面不是有 但之前呢 那些衛人有什麼呢 那些衛人其實是沒用的 因為他們的泳翅 不記得那個實數 但是是二十多次 沒辦法 因為其實他講到很多東西都是 其實聽眾 我不是想叫做挑骨頭去挑他的東西 但你既然他講到這麼認真的話 我就沒辦法不認真跟他說 這件事是不成立的 其實是 而你說另外的 就會是在 接著就說 所謂赤井班這個消滅之後 然後就來到長度的 因為艦長的關係 偏頗 他們可以說真的偏頗 就將十幾年前那部的衛人 就是這個英雄駕駕駕駛的衛人 就給了長度 其實就是他贏的 不算偏邦的 因為長度就不懂得駕駛 那他現在是駕駛舊機的 你要駕駛新機的時候他會試手 不是舊機給他 因為現在只有這部舊機 他可以駕駛的 那就給他駕駛 那就不算偏邦的 你算是合理 但在新類型人的目光來講 駕駛舊機是一個身份的象徵 尤其是阿奇神 他是很想說 他是瞄著這部機 我是要駕駛這部機 然後就是 當然這些 真的你可以這樣說的 機人片是絕對 預定是會駕駛的 就是你預定不能駕駛 他想著想駕駛而已 沒有說讓他駕駛 然後跟著就是 也有四個人 一班女兒 星、八、其、實 那個叫駕駛 那個叫駕駛 不知誰 一大大叫其他 總之 驗 總之其實 但這套東西 我去到那個位的時候 我是真的覺得 我是有點期待的 在每一次 長度的出擊裡面 我是會想 跟著死誰呢 在裡面 大家都當然知道 就是大家 因為 角色 用了一些BD組模 而且用得很粗脆的關係 大家對女兒 是不會有好感的出現 所以 轉移了視線 令我覺得就是說 原來 每次跟長度 的好感度 升到一定程度的女兒 出戰的話 死亡的機會率是會極高的 第一條 死的那條女好像是反感的 第一位是 阿楓 全部都是起多村英 不是 我記得當時 他也是很照顧長度的 這個也是 不是 第一次開頭說 執兵 採兵 國際任務 第一個死的那條女 你說第一個 那個第一個 是啊 你不可以用好感度去計算 總之你跟長度 升到關係的女兒 多數都不是非死即死 所以 以上男就沒事了 而 跟著就是 長度在大戰裡面 首次在100年後 第一位成功能夠擊殺奇居子的人 然後被人 回去之後 就說 哇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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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人 是 然後 然後 這個故事 其實很搞笑 是 真是 很現實成王敗寇 然後 就是當你身負這麼多的期望之後 你出戰沒有戰過 懦夫 什麼啊 他沒有戰過 就要害死人 第二次 應該第二次就是 騙森 哭不開他 是 即是那個爆炸的次序 突然間他早了爆 搞得不可以一起爆 整體性的爆破 其實應該是用傳頻的 即是應該用那個頻道 是 全部人都聽到的 他那次就直接用單頻 對 跟長度說 私密通信 純粹是一個妒忌心 即是 主角搶了人 他覺得搶了去威人 但這是個愚蠢的 老實說 如果你是後面做指揮官 你限制人 不緊 其實在這套東西 一向都是 他是這套東西 top of 腦殘來的 但因為 自己的私欲 令到人 你明白 人類處於危險 我覺得是很糟 是他也在危險 他在其他人旁邊 有什麼三人兩點 出了事 他都會死 不是 那個問題就是 什麼 若然 其實他想到 他經常在腦裡 他應該是 他每晚發夢 他都會瞞到自己 在看台上的 一個人都說 哇 站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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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來的 應該是每晚都發這些 出夢的 他 但是 問題就是 我們在 開始長度 叫做成為英雄那一戰裡面 見到這傢伙是毫無見樹得來 還要是爬底的 他推人去死 你們先過去 我去收拾 而跟著就是 當然這傢伙 叫做什麼 他陷入了他的 美麗的幻想裡面 他覺得 其實我在那戰裡面 其實是很有功用 很有功用的 而跟著他想陷害 長度 這件事件裡面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真是 陷害了 你陷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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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要在這個位置陷害他 如果你這個位置陷害了 或者你真的可以拿那部 你想要那部的計位去拿 但是 如果 移民船毀滅了的話 是沒有人能夠叫你做英雄的 只有其他只可以叫你做 羅格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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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他幸好在那時候死的星伯 不然是死他糟糕 死不死星伯 是另一個問題 在他內心的意義上 他是想陷害長度 他是想成為救這一個 是的 是英雄 但是你在這個位置陷害他的話 其實是不致的 所以就說 他就只批評陷害的問題 你在前線跟人家打 你陷害人就是玩死自己 是 是 整個說 哇 這條 這條人 不過算了 這裡 說到自己是精英 其實一定不是精英 總之 他的問題就是 在人類生死存亡 戰來玩 這種事情 我也是很不致 突然想起 之前 同季都好像差不多 黑色子彈的朋友 黑色子彈都還好 那條人真的有自信 而去陷害他 但是 這條人明顯看到 喂 他上次他被扭大了 差不多 那條人是 人類生死存亡的時候 把電視都倒進去 不過他也是 那 差不多 當然 那條人的老殘程度 不下於其神 同季 大家同期 是差不多 但是 其實 跟著 在這一戰裡面 他真正的陷害了長度 哇 很成功地陷害了 但是這件事 他是成功的 他是沾沾沾沾自己 然後 跟著 第三戰裡面 這條人沒有一場戰鬥 他是不敲底的 第三場戰鬥 死了所有人之後 這條人 我真的看到 我一開始想著 這條尿管是不是這樣 嚇到飆尿 他那個樣子 我覺得好像嚇到飆尿 其實是會的 不是 因為 你們怕他害死星伯 他有內閣 不是 打嚇到飆尿 其實都不會查得到 因為他會當水喝光 好 真的 當這個星伯被害死之後 當然 長度成為這個千夫所指的 罪人 罪人 當然因為偉大的攬長 一定會補他 人家在後台的背景都靠了 其實我其實有些 在這十二集裡面 我都依然叫做什麼 對所謂長度 作為一個十五年前的英雄 的複製人 剛開始說明 每一段時間都說明 到他爺爺撿了之後 以後我會的技術傳給他 你也看到他在地下基地 受了很多訓練 他不只這個樣子是複製人 他好像爺爺 他技術都繼承了 超越了他爺爺 所以應該沒問題 不是技術上 就是實戰上 應該沒人夠長度打的 但是這個 看起來是那部機 這個是假設論 他一切的東西都是什麼 長度說 我下面那部機 我打得爆了 他爺爺 抓住他 我會將他訓練成 跟我一樣 甚至比我更加強 這句話 在立論來說 沒有根據 我明白一件事 在動畫理論裡面 就是什麼 龍生龍 鳳生鳳 這個是很傳統 就是說 等於你看Hunter 成Hunter 你不會覺得 阿金既然是這麼厲害 阿小傑是會是潮垃 就算他沒有S級的實力 他都起碼有AA加的實力 他應該是有 不是他有S級的潛力 不代表他有這樣的培養 發揮到這個實力 覺得就是說 因為其實你不是說 這套東西是很現實的 不是那些人有什麼的超能力 或者特殊能力 令到我相信 因為駕駛技術這家東西 其實是很囂張的 還有伴隨的經驗 還有伴隨的戰況 有時有些東西是 就算你技術多好 十幾二十隻 你會問你也要死 還有你模擬戰 有個既定的 你跟實際上 你打他戰時的變化 同一度來也有經驗 你那個判斷 會有個分別 你不是技術好的 但你完全可以一定是贏 因為現在不是單挑 這些反而看過心理素質 而你說這個 男長補他之後的代價 就是長途每一戰都必須要出擊 任何其實有生命 最危險的任務 都一定要交給長途 因為是男長背後的 那班不死船員會 總之其實這一班人 和男長 還有在廚房那位 那位紅媽 都已經是有 一百年前已經生存到現在 已經不知生存到現在 不知一百年 幾個世紀 那些應該都是元老級 應該是第三次 第四期那次戰 落合 男長 紅貓和谷豐哥的爺 就是四個做英雄 他們擊退棋對子 第一次 之後做了不死船會的人 但是 落合不要說真的 有些男長和紅 有一派的人 不死船會那班有一派人 男士上面那批反對 打棋棋江 要和平有一派人 現在是大約三四批人 所以你說這一批人 其實 他都是因為 其實 我 幾不 習慣 這套東西 其實在十二集裏面 亦都是佈了很多 因為我 我也明白的 作品是未完 他有些東西他解不了 或者他是不能解 還沒解 還沒解 甚至是 報了伏筆 等第二季再說 當然你說 本身這套東西給我的感覺是很嚴肅 一切都很嚴肅 很有嚴謹的設定 所以我每一次都要尋求 究竟答案究竟是什麼 剛才我講到的 這個是吸引力 就是說 在一套這麼現實的環境 就是 藍章爺都其實是一個很現實的人 然後 他就是 相信 阿長道是可以拯救我們的 但是 怎樣拯救 不知道的 總之我覺得 他既然是十五年前 阿長道的阿爺 的福祭人 是設斑人 他應該 他應該有能力 有這個能力 這個也是我剛才說的 你靠古 這期就是十五年前 不是 一百年前阿爺創造奇蹟 現在一百年之後 你阿孫應該都可以創造奇蹟 不是 純粹可能他身邊沒有那麼多精英傭 不是精英 因為其實你看到 我不知道 其實我反而 真的沒有精英 那些是消耗 因為你要明白 就是一個人死了之後 他是入文化來 去重環再造 他身體的物質 是可以化為 這個船裏面的物資 去再供這個 整個移民船裏面的人使用 所以其實我是很有興趣知道 這條船的生態多於其居子 什麼時候說 又來了 又打到來了 他又說有海 那海帶在上面 那那東西用來做什麼呢 不是 海上是看書作本 他留在下面 你要明白就是 我想 I am想提出那個問題 就是 我看到這艘船 很多局部的部分 他是有提供說 好像很少海 然後我們會問 為什麼 有什麼原因 因為他裡面說了很多 就是有些政治性 無論剛才 I am也提及過的 一件事就是 有一班反移民船的人 說其居子根本不存在 甚至他們有個立論 就是他們鼓中了 其實說 這艘船裏面 其實是被不死人去控制住的 我們只不過是他們的糧食 而已 他們只不過是為了養著我們 圈養我們 然後就拿我們去做這個 他們能夠永生的一個材料 你會看到就是 在這艘船裏面的所有生人類 他們死了之後 他們會化為有機物質 嗯 然後就被分解 然後不知道他們做什麼 盡管再用 但是呢 去到那一刻就完了 究竟他們做什麼 不知道 我是想知道 但我反而是想知道那些東西 那可能皮 拿來吃 骨頭拿來磨成粉 什麼 可能簡單來說 拿回來做食物 總之成為一個資源 你覺得會是 說不定是重力炮的一部分 身體的脂肪就有了 沒什麼的 如果是重力炮的部分 我看到有些眼球 有些手 我覺得 人家搞碎 搞碎了壓就沒有了 每次寫一下重力炮 不知道是說到幾條絲 嘩 如果這樣的話 我覺得很有真實感 因為你要明白 這條船沒有那麼多人 被你死 如果我要做一件質量炮出來 就是告訴你 我要暗地裏 割很多人 我覺得精彩的 這個故事 那你就要說 This is butter 這樣 怎樣 這樣就變成巨人 是打內戰 因為你會覺得這套 其實是有很多黑暗的 但在我們的角度裏面 我們唯一經常見到的 只是長度的視點 而長度的視點就是什麼 打 分 食 出擊 給女扣 對 給女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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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人打 還有出擊 沒有了 是沒有其他東西了 你看到就是 打工仔的日語夜 所以你會覺得是好 因為長度的視點 我們根本不可能看到任何東西 我反而覺得 不應該看到任何東西 其實 他在視點裡面 我知道 我們應該停留在他的視點裡 我自己的原因 他也不算完全沒有說 但他永遠大部份 你又不可以說到 好像整集的 就在頭部打 其實你看到他很固定 他很多時候每次 打的開頭 就是那一集的緣 他之前就會說一些無厘的東西 說一些交代背景 他會在那些位置擺 他會在那些位置擺 他那個切割 動畫一走 用回藍的視點去說 或者這樣說 因為在作品裡面 長度的日常生活 太制式了 我是基本上每一集 他出擊完之後 好像玩一隻AVG遊戲一樣 早上 吃飯 選什麼活動 夜晚選什麼活動 下午 下午星8 你跟我一起去街媽 Yes and No No的話 接著就會有第二條女兒接上 問你Yes and No 接著如果再No的話 可能有條子走過來 中你一桌 錯啦 Eason No不是女兒 Eason No不是女兒 Eason No不是女兒 Eason No是一個中性的角色 這個我下節才會說 這個女兒是要去下節才會說的 所以她不會死 好細色 接著就是跟熊媽說話 跟熊媽說話 偶然遇到男長 然後晚上 睡覺之後 就會有機會 出擊 你遇到男長 你不是男長 我不是 咦 他又是次次到真意 那這個是AVG遊戲 兼用卡的問題 你不要理他 接著就是 出擊 出擊完之後回來 死在人 就是 製色度 就是 喂 我是覺得 好悶 我不是想看這件事 在這一節裏 我所說的 在整條移民船的觀點裏 我不是看到很多東西 但是如果你說 你剛才說的 是她那個Structure 而已 但是她Structure 裡面 的內容是會變的 例如你說 她 吃吃糞糞的 她有一次 跟熊媽說 浴衣去逛逛 祭典 其實那些是 連著重力祭 接著就搏 赤井出擊 死那些東西 那之後 他們有一次可能就是說 星爸死了之後 在研究所裡偶 接著 看到他們那兩條女子 之後約 又去了另一個地方 那些東西 其實她有那些位置 她Structure是Fixed 但是她的內容是會變的 或者這樣說 應該再說一點就是說 她Present不到 這一條船裡面的 獨特的文化 我講一套 一套動畫的例子 就可以了 《翠星》 《翠星》 《翠星》裡面 就算主角 其實他也是 和前伯在 和電腦在聊天 但是 主角是有周圍走 然後他會感受到這條船 的人的日常生活 但是我在這套裡面 《翠星》裡面 應該說 《翠星》裡面 我知道 人們要捕魚 捕魚是吃東西 而他吃到的食物 我也知道 當然是魚類 難道會給你一塊牛扒嗎 沒有可能 這件事 有了 有了 你搞錯了 圈養的問題 不要理會這件事 但是我會知道 這條船的文化 主要的 他們的工作 的模式 他們的作式 是怎樣 反過來我問你一件事 你看這麼久高達 高達那一艘戰艦 人的生活模式是怎樣 我從來沒有說過 高達的生活模式是好 而且他都不是 我想說一個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你是一個職業軍人的狀態 和《翠星》的狀態 應該不是很痛 《翠星》那種 其實他是一個 他是 no body 你當下難 或者這樣 你如果回到這套作品 《多利利亞歧騎士》裡面 的 長度 你根本定義不到 長度只是一個 臨時打手 還是一個正式軍人 名義上 他的確可能叫做一個 正式軍人 但是他所行的生活 這傢伙 我是從來沒見過他訓練的 那他不用訓練 他訓練已經爆了 他需要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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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軍人 能直接點爆了 是會衰退的 不會的 所以他不是每箭都要出擊 主角無避論 主角無避論 有經濟 你不可以咬得通 他還說 我需要訓練 我每天都要出擊 出擊 不是我的訓練 不過死人 不關我的事 我盡力了 你知道訓練的事情很難說 最終結果我是贏了 而且你要知道 實戰一次比 坐在訓練機裡面 打機是多很多 還訓練 我都訓練了十幾年 對 那這個是 你 我已經是有傷確的地方 我不敢說你們錯 我老實說 實戰的確是很有效的 我都明白 對 我們這一節去這裡 我們下一節繼續